在羽儿胡同13号 东边有一座完整的室和院 1955年在钟来总理的关怀下 国家文化部拨款 购买提供给艺术大师齐拜师居住 现在是齐拜师旧居纪念馆 但是今天来了晚了一些 纪念馆已经闭馆 那顺便就逛一逛南罗古乡 南罗古乡离石刹海不远 这里分布着好多老的室和院 还有很多的老胡同 你像墨儿胡同 沙井胡同 沙伊士胡同 羽儿胡同 等等大大小小的胡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可能最能代表老北京的人文气息 大门紧闭的室和院基本就是一户人家居住 而经常开门的室和院就是大宅院那种多户人家在住 今天我是从后海走到前海 然后又钻胡同 经过北前窗胡同 本来是走累了 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来北京好几天了 一直想吃一碗北京低套的茶净面 后来我发现这边林茵南罗古巷不远 索性就奔这边来了 你看这车停的 寸土寸金的地方 停车技术是杠杠的 没来北京之前 我是不知道南罗古巷 到这里来了以后才发现 南罗古巷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地方 南罗古巷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境内 与原大陆同席建成 呈南北走向 北起古楼东大街 南至平安大街 长787米 宽八米 原大都就是元朝的首都 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 北至原大都土城一址 南至长安街 东西至二环路 原大都城街道的布局 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南罗古巷跟他是同期间 你说南罗古巷年代早不早 南罗古巷在明朝 老鼠招回禁工坊称罗国巷 青前楼十五年 鼠湘黄旗称南罗古巷 文化大革命时期 一度改成辉煌节 后恢复元明 东西两面共有十六条河童 整齐排列 称鱼谷庄 所以你如果想逛一逛北京的老河童 推荐你来这里 这里的火通密密码码 绝对让你走乱腿 我发现来这里游玩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居多 鼠巷两边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商口 这里有种类繁毒的小商口 和各种特色小吃让人目不暇解 这家店铺出售的商品 在使用时间上很有年迈 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这是二八大方 小说其他都是偷的 是不是 这家店铺下来 你帮我好 市场 都有 景色 有一天 我 月 你 不 你 噢 土耳其餅 炸磨 炸磨是什么意思 这是卖什么的 南罗人家 老鼻青烤鸭卷 烤调皮 烤烧皮 生煎包 羊排烧 凉皮 北京暴肚 烤鱿鱼 椰丝 脆皮年糕 鲜豆糕 就是烤鸭肉 拍了一大圈 我发现有些小吃是我吃过的 见过的 有些是根本没有吃过 也没有见过 但是后来我就不拍了 也越拍越馋 拍了我直流口水 我还是去找我那个炸酱面 因为我也饿了 一肠包大葱 拆一个成语 是臭味儿相投呢 还是串通一气呢 这个糖葫芦是真漂亮 看上去就非常食欲 清风包子 听说最好吃的就是大虫馅 终于找到我想吃的炸酱面了 但是很可惜 吃面的人非常多 排队要等候三十分钟一下 想一想还是算